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别人向你借钱 或者你找别人借钱的时候 像现在一般都是微信支付 微信转账或者支付宝支付支付宝转账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别人找你借钱的话 你就可以用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腾讯电子签 你可以给他出具一个收据 或者出具一个借条 这样子的话 他就具这个法律意义了 如果说只是微信贷成的转账的话 或者账单你时间久的话 难免可能不好找不好翻不好收藏 但这个是他腾讯自己出的这个电子签 相对来说是特别靠谱的 因为微信不会到吧 是吧腾讯也不会到 所以说他是会比较放心一点 而且他这个范围也不仅限于这个借条 网页切条这些 就是一些小的收据这些都可以实现这个电子化 是很方便的 就像现在发票一样 电子发票是吧 都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应的 而且他这个还有企业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支付宝 支付宝里边的他这个也很方便 但支付宝里边的这个借条官方出的 他是收费的 就个人版使用也是收费的 就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你能看到 就是你在支付宝里边搜索这个电子借条 你进去以后就是 我借别人 我出去的是个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文本是吧 然后别人借我 我给他开的又是什么样的借条 或者切条 他第一次是免费的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只是推荐给大家 就我记得 就是很早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是 你是用这个支付宝 这个里边电子借条的时候 他是 你约定了这个还款时间 如果到时候没有还款的话 他是会从他支付宝的余额 或者余额宝 或者余地宝里边去进行扣款的 如果他不还的话 会印象 他的这个芝麻新分 会印象他的这个真信 那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这个电子借条的话 因为我也没有借过别人钱 别人也没有借过我的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 只是希望如果说大家 看到这个视频 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给他出去一个借条 我借他呢 或者他借我呢 有这么一个法律这个收据 对你以后往回收起来 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不能担心 呢 如果 пос说 就能担心